嘿 大家好 我是雅哥 今天要帶大家拜訪的是 2020年的富剛鐵道藝術節 那我們今天來訪的富剛車站 會帶大家來體驗的富剛的老街 富剛的一些老的生活方式 以及它的一些街景藝術 跟一些去年或是前幾年的地景藝術節的設施 那我們先從富剛老街的一個方向出發 那走到富剛老街逛一逛一段時間之後呢 我們會帶有第三站的三連坪的地方 三連坪的附近有個大的百路師的地景地標 那接著呢我們會往另外一側最後一部分 就是伯光鋼公園 那伯光鋼公園呢 也有一個地景藝術節 那我們總共會四個地方要去一個車站 三連坪富剛老街跟這個伯光鋼公園 四個地方 那首先我們從那個逃逸火車站出發 那搭個火車大概三十四分鐘會到達 那到了富剛車站之後呢 我們駕火車站 好 我們駕火車之後呢 我們接著往前面自治走 那這邊自治走了 睡著人群自走 一定會走到這個你的目標點 你的人群都是找一樣的目標方向前進 那我們那邊有一些特別的座椅 也特別設計過 很適合拍到打卡文 那我們接著往這個天橋方向往上走 那走到這個月台 我們在穿過這個天橋之後 到了出戰口位置 看起來今天好像會下雨這樣子 那早上十一十二點的人頭布斯斯很多 我們先看看這個單單前的地圖導覽 我們現在位置在富剛火車站 那他還要帶我們到三連坪 那看路的這個白露斯的這個地景藝術 把火光當光園另外一邊呢 也是一個景點之一 那富剛車站其實不大 但是他的階梯其實有特別設計過 可以看到那個漸層的樣子 就是一個風景的樣子 那活動我們來在他左手邊的地方 就是出戰口左手邊 呃如果有沒有憑車票的話 私底車票可以歡取便當喔 一百份 謝一百名 好 這樣早點去排名排得到 不過一下也沒有啦 之後到這裡排六點數 那附近有一些很特別的這種 呃造景設計 也很適合這種 那你的朋友一親喻 或家人來這邊拍到打卡 那就連那個倉庫啊 也有特別設計過 所以這個到處處都可以拍到 不過我們最終 還是要先去老街一趟 這邊我們先逛逛看 那這個成功路 站前的成功路 充滿了各種彩繪的藝術 就連旁邊的那個 裁鐵也有設計相對應的這種 可愛藝術 那畢竟 我已經算是客家村路 呃這是一個城鎮啦 他就出現優子山 就是一個很應景的整個 裝置藝術囉 然後我們順著這個 復康隆也只是走 那他很多那種 復古風格的裝扮 復古風格的 欸這個就是 也不確實是演員啦 但是他們也就是 來作業服務的 那這邊有一個老宅 旅家老宅 可以這邊拍個照 雖然他沒有那個大溪老街啊 這麼的繁榮 但是他有各自的特色 也是值得來這邊拜訪喔 那這邊有一些那種 可以跟他拍照 就像那個 舊報紙啊 人力車啊 或者是那個 米答那邊都可以拍照 非常入口 非常有味道的這個 老街味道 好啊 有像是米袋啊 或是推車 以及像擦鞋的 這邊通通都有 那我們順著這個方式 走 中正的地方 直直走 走到底 那附近啊 其實攤辦啊 主要的在另外一邊 那這邊的建築啊 都是屬於那種 舊時代的那個 裝瓦建築居多啦 比較少有那種 奢華啊 富麗 或特技攤華的建築 好 那我們要準備到 下個地方前進囉 好 我們往 另外的方向走 走回到車站 那 我們要走到另外一個 神秘的地點 這是 打卡必備的地點 但是這邊是 採集活動的 火車頭 那我們今天是要先去到 二叔倫床 我們喝個涼 然後弄在走 非常有一點熱 它這邊是一個 買半熟悉的好地方 有很多像是仙草啦 或是當地特色的 這個名產 或者是 復興香香菇也可以買 這是桃園的 名產 值得來拍一下 有 有仙草 有仙草洞 還不錯 它這個整體裝置的風格 很像是一個 溫清店的 居屋啊 就是你來這邊喝的話 你會感受到 哇這個新穎的農村的風光 那我們要往三連皮 幫它前進 那三連皮其實沒有特別的路牌 那 因為走大概走1.2公里 差不多走個十幾分鐘要 那個要走一段路 那天氣熱 我會不建議走 七夾它的時候比較推薦 那它走到明星街 走到橋下右轉 那它右轉的時候 你看它那個 三連皮 三連皮就是應該有三個 皮躺的樣子組成 它是明星街172號 旁邊 那你們看一看很大一隻 那個白露士就到了 那這邊 第一個皮躺 其實看不出什麼東西 就是一個步道讓你走 那步道就是 維護得非常好 所以走起來算是很舒服 為什麼 賭面不平的問題發生 那我們看到前面有一個 很大的那個 那個白露士的裝置藝術 它是之前就建好的 那是2018年的地景露宿節建好的 那這個 皮躺上面 這個一些 白露士喔 它們會斷的洞區 那也是裝置藝術 它隨風飄 開始動動 那這個皮躺是有在運作 其實它會有兩個運作 那這個 白露士的裝置藝術的話 我會覺得 晚上會蠻好看 因為它會點燈 那白天的話 就是一直怕 大的白露士這樣 那也可以來拍照 不過我覺得拍照的 吸引程度 就沒有像一些 其他經驗這麼好拍啦 那大概是 比較適合玩這樣拍 那這邊的話 陽光也很大 輸入比較少 其實藝術戰的建議師 搭配的是 一打陽閃會 附太陽眼鏡 那我們要 逛完這一周之後呢 我們可以再往回走方向走 那這邊其實最好拍 就是兩種 就是一個白露士 跟它 周邊的一個皮躺 那大概這樣 這樣就可以往回走囉 那我今天會經過 這個 富剛圖書館 它是當地最有特色的圖書館之一 也可以一起來拍照 那那邊也有半活動 那我們肚子餓了 時間到了 來吃個午餐的時間 那在新日街上 我們也聽說一個百年老店 它百年老店 它老店的店 應該就是什麼 信義飲食 那在信義街 165號的地方 這間真的百年 非常老的店 就連裝華 就非常比我家 那個 那種 眷春時期的房子 還要頗舊 這個很破 原汁原味呈現 牛年老街 融為一體 我覺得它是一個 很突兀的建築 就是百年老街的特色 那我們進去用菜 其實這邊沒有菜單 它是按人數來 算價錢的 那炒麵和炒板條 大概是 一人分六十塊 那蒜苗大概是 一百二十元 蒜苗炒茶 也還真的不錯吃 我們也想要做那種 鞍的味道 那蒜苗很甜 這是老闆推薦的 那有機會可以吃一下 飛躺 那我比較喜歡吃 那個炒牛肉 然後好像阿龍心菜 搭配 它特色的醬汁 非常順口 味道 雖然是有點鹹 超版條 其實個人有點還不錯 可是它真的蠻油的 有些人會吃不管 我覺得可以調帶一點 不要那麼鹹 但是可能老家可能 吃不管這種味道 好 吃飽飯族 我們就要往活動方向的 老街上面前進 喔 那他們準備開始預言了 那這邊預言的話 有一項是那種 白露斯 或者是那個 空襲隊 還是一些 不一樣的 異國風型的 這種舞蹈 那我在聽說 今天的重頭戲是 3點15分 下午3點15分 下午3點15分的那個 呃 哇哦 列車開進來 那我們先去 在它之前 我們先去 柏安公園走一走 那柏安公園 其實就是 在客家的話 叫土地公的意思 那旁邊有一些 廟宇 那廟宇的話 它的廣場其實蠻大的 咦 這個廟宇 看起來是金碧輝煌的廟宇 無力堂皇 那旁邊看起來像天輪台 像是一個戲台 我是覺得 可能可以射演那種 歌仔戲的戲台 那在它旁邊 有一個 天篷很大的 那個 活動中心 那今天的話 它成為這個 辦活動的一個 另外一個 活動節 就是一個會場 其實這邊這個區塊 它原本就是 可以當派水學使用 來找一個 旁邊有一個很可愛的 筆沙斜塔 我看起來很像 那也適合拍照 打卡 情侶 或者家 或者小朋友家 那個好朋友 都可以來這邊拍照 那天空出現飛機 就暗示這邊 有一定有什麼打卡經典 就是我個人的猜想 沒錯 這附近就有了 有架飛機的 水漾飛機 也是一個打卡經典 但是飛機 其實玩上也會發亮 它螺旋降 隨著這個 風轉動 所以有興趣的陪伴 可以來這邊走一走 那這邊距離車站 柏昂公園大概 600公尺 其實比那個 剛剛我們走的 三連皮 近很多 近一半 左右的距離 那附近有一些賣 甜點 賣那種 豆花 可以在那邊吃一吃 然後吹個風 繼續走 那這邊的 皮塘的話 玩的東西是比 剛剛的三連皮 多得多 因為旁邊有柏昂公園 裡面有一些設施 那這邊有一個 之前的 先前的 地景 藝術節 有一點畫碼 這個東西 之前都存在 其實在就利用 也還不錯 就不用再 額外花錢 那一起 可以拍個照之類的 我當然會不會畫畫 我倒是不知道 但是它會隨著這個 風啊 水啊 它不斷的晃動 那我們接著要往 車站方的程度 那車站方前進的時候 告訴我說 其實有幫活動囉 哦 人潮多多 不知道排什麼 我是問當地的那個 朋友 告訴我說 這邊也要排火車 看火車的活動 是3點15分 當時 大家看的是那個火車 可是我們這一櫃 其實不是很 因為它只看到那個 火車的側面 因為人都擠在那個 左邊跟右邊 那 要看到比較好位 就要從 進站口 就是先買那個 大家這種 廣義車的車票 再看到全貌 但也沒關係 因為我們畢竟 不是非常鐵道米 所以 看到火車也不錯 它比我們都想要動 火車還來的大 以前看到電池機 對它火車的來自消不了 是小很多 哇 這邊 瘋狂的 不只只有鐵道米 它小朋友也喜歡看火車 他們認真的火車 跟我們想的火車 也許是不一樣的樣子 人潮多多 那我們接著要回到老街附近逛一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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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3點15分之後 那它果然有突然爆炸 我很不幸的是 是 連續球下起了 那剛好我們是要揮全世界 那剛好我們是要揮全世界 那我們直接 我們直接 我們再跟北上月台 直接看到火車頭 直接看到火車頭 這個點 表現比剛剛站的點 好像很多 我個人推薦 當然它 那它5點多的時候 它要開回去 中壢還是哪裡 有機印象是 往中壢幫它前進 嗯 一次拍得過癮 非常好 好 那我們今天 的行程 將結束囉 那喜歡雅各的底下 歡迎訂閱或點讚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訂閱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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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